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它說假設 R S 兩個都是流理數 而且 R 比 S 小 那 M N 兩個都是正整數 那麼它問下一位哪一個是正確的 首先這一個 這個不一定 如果 R 跟 S 很靠近的時候 這個就跑出外面去了 比如說幾個例子 比如說這個是 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一好了 這個多少呢 這是二 一跟二 那這三分多少 三分之三 就不會大於它了 一加二三分之三就不會大於它 那你再弄小一點 弄小一點的話 比如說那個 十好了 十跟十一之間 那三分多少呢 三分之二十二 三分之二十二等多多少呢 三六十八 六點多而已 三七二十一 七六那也二分之一 就比它小了 就跑出這個距離外面 所以這個是錯的 不一定對 不一定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第二個 第二個是讓這個是分點公式 這個 這個我們可以兩個看 你這個 就把擴張成四倍 四分之四R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四分之二R 加二S 這四分之二S 這四分之四S 那一看的話 這個 3X跟3S消掉 S大於R 所以這個是對的 再來呢 這個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去掉一個 2S 這個是S 去掉一個R 所以S也是大於R 所以這也是對的 那這個呢 這個去掉一個S嘛 那去掉呢 去掉什麼呢 去掉兩個R 就是說 3R嘛 加S嘛 它跟2R加2S 做比較的 S去掉一個 這剩下S嘛 去掉兩個R 這剩下R 那S大於R嘛 所以這個比這個大 所以這個是對的 那一支類推 那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是 我去掉一個3R嘛 這個是 所以S大於R 所以這個也是對的 或者 我們可以用那個 分點公式看這個問題 分點公式就是說 這是R嘛 這是S 那我現在給它分成四等分 四等分的話 中間這個 分成四等分 中間這個啥 這個是二分之 R加S 這是終點嘛 知道嗎 這是四分多少呢 四分之 1乘以S啦 然後呢 這個到 這是 3乘以R 這3R加上S 那這一點的話呢 是多少 是等於四分多少呢 四分這個 這個 1乘以R R加多少 3S 加3S 那這一點是在 他的右邊嘛 這一點他右邊 這一點他右邊 這一點他右邊嘛 那這一點比這一點大 所以這個大於他 這樣就做出來了 所以這個敘述是對的 所以這個敘述是對的 我們看第三個敘述 第三個敘述 第三個敘述是 第三個敘述是 R 小於 5分之 2R加3S 那小於多少呢 5分之 2R加2S 3R加2S 那小於S 這兩個剛好顛倒過來了 剛好顛倒過來了 所以這是錯的 我們把它畫在圖上的話 這一個是R 這是S 那這一點的話是多少呢 這一點是 就分成五等分了 1 2 3 4 5 那這個的話是多少呢 這個是 2R 2 乘以R 2R 這五分之 2乘以R 2R 加3乘以S 加3S 是這一點 那這一點的話呢 是這個 3乘以R 這一點在這裡 5分之 3乘以R 加2乘以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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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應該是 應該是5分之2R加3S 大於3R加S 應該是這個大於這個乘以S 所以 應該是 R 小於多少呢 小於這個 5分之3R加2S 那小於多少 小於這個 5分之2R加3S 小於這個 小於這個 小於這一點S 這樣才對 所以第三個選項 是錯的 這好看呢 第四個選項 第四個選項的話 是說 第四個選項是說 R 它是介於 R是小於多少呢 M加N 分之 MR NR NR加MS 它小S 這是對的 這個的話 等於 等於 這個是 R 它是S 那的話 這個是N等分 這是N 比呢 M 那這一點的話 就是 M加N 分之 MR 加上 MS 所以這一點 小於它 R 有沒有 R小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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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小S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好 所以這題 應該要選2跟4 應該要選2跟4